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洋可爱的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在反复联系 也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 千万分之一 为了这个遗憾 我在夜里想了又想 不可睡去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 在我心中无法抹去 为了你的承诺 我在最健忘的时候 不忍着不哭泣 不胜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叹息 不管想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漫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我仅悲伤的不能自己 可怕能送全千里 直到山穷水晴 一生和你相依 我这凑了一共是三万块钱 我知道不够 但是我还会想办法的 没关系 已经挺麻烦你了 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别 咱们之间别说这个 严叔叔现前对我挺好的 我做这些是应该的 真的谢谢你 我还是觉得深深错过你 是他的损失 你看又来 那莎士比亚都说过 说分手以后不能当朋友 那是因为我们彼此伤害过 也不能当敌人 那是因为我们彼此深爱过 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 各自幸福 你呀还跟以前一样 爱有人找出的 那个 行了 你回病房陪叔叔去吧 谢谢 别客气 走了 走吧 走吧 我看人间无数啊 头发又不忘了 别客气 别客气 林姐 你说一个男人在医院门口 给一个女人塞钱 会有什么事啊 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他在外面乱搞 把人家肚子也搞大了 然后给钱就让人家去打胎 不说错吗 你不会是又看上哪个渣男了吧 什么叫又啊 我眼光有那么差吗 不是所有男人都叫陈嘉明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开车呢 挂了 拜拜 正处 又被我抓到小辫子了吧 这都第三个了 风流这会多的呀 花心大多 看我怎么整齐 四哥 我先敬你一个啊 但是这杯我先干了 活得到一样 我继续干 你随意啊 不是现一级 非一间级照 说吧 什么事啊 不是 不是 我是想说那天 在谷公司 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 对不起 不 你不会道歉了 有进步啊 不过你放心吧 这事呢我也没放心上 要说我也有错 谁让我嘴见的 不是 不是 你别这么说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过去不去了 这阿里说我还得谢谢你 虽然密室逃脱的那天嘛 搞砸了 但是还是 有意外收获了 你对狗狗干什么了 我 我 我什么都没做呀 就就就 就是搞砸了 你现在得想怎么帮我挽回这事啊 我有什么办法 多好一机会啊 让你给白瞎了 我这次出卖了他 我估计啊 短时间之内他不会联系我 不过这样也好 我能清静几天 你是清静 我清静不了 你把他出卖 他心里还有你呢 拿我就当空气一样 他早就心有所属 你高看自己了 你要真是空气啊 去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必需品 不是 不是 你现在得帮我想一想 怎么把这事挽回了呀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又不是秦盛 你不是秦盛 谁是秦盛呢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保持住啊 我给你拍张照片 给你姐发过去 不是 都拿反了 拍什么照片啊 拍照片的 不 我跟你说啊 你要不这样 他找你你就躲 躲不了你就溜 溜不了你就打电话来找我 你反正要是不帮我 你就是对唐哥哥有意思 不是你们家这不讲理事 疾传吗 你这样 你姐也这样 那说你你跟我姐关系好 他跟谁亲给谁急 你俩密室头头 是不是有什么收获 你的进展规 我签中了对不对 没没没没 我跟你说 我跟你姐的关系啊 比白开水还开呢 都是什么 不不不是 我的意思是单纯 来 没看成来有多事 我说实话你姐啊 你姐她真是一个谜一样的 你说在上班的时候吧 跟战斗机似的 行行行 等等等等等 他下了班以后 就变成身后白痴 你这是生在无东不如虎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进水楼台先则月 又是邻居又是下属 我解的电话谁最清楚 你最清楚 你就不要为了我 为孩子这事休息 到关键时候 我提你一方 你一上位 现在不流行上位吗 你当孩子的爹 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是不是 当我姐吗 说你的事呢 往我这儿沉的呀 言归正传啊 伯伯呢 脾气是大了点 但她只有好姑娘 你呢有点不着 小姐还说大鱼糖 但这不怎么大黄霉 是 杭鬼果在我眼里边 就像亲妹妹一样 是 我不希望她在我这儿浪费她的大黄青春 要是你俩真能考虑 好 你镇心十一队 我祝福 初哥 只要你坚定信心 我就一定让果果看到我身上的光芒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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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 幼稚 幼稚脑子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只要你帮我追到果果 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 我只负责见见立场啊 其他意外不过 我懂 了解 郑部长 我正要找您呢 正 正处 正处 是这样的 咱们公司有规定啊 说这个员工如果急需用钱 要预支工资的话 得写一份书面申请 还得有您的亲笔签字 我需要预支两个月的工资 这是我的申请书 麻烦您在上面留下您的莫保 公司是有这个规定 不过这个规定呢有点特殊 我本人也不好擅自决定 就是你们财务部的事情 有什么特殊的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要你得多跑一趟 你看你是事业部的员工啊 这个申请 就得由你们事业部的总监签字 才行 咱们找刘宠来吧 你先去找你们苏总签个字 不是 这还得麻烦他呀 妈 我跟下面人讲 你跟苏总 不会为难你吧 行了 哥哥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你就能帮一忙嘛 你这大笔一挥这事就完事了 你 不是我不肯帮你 这是公司的硬性规定 你还是先去找书总签个字 再来找我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规定吧 你说有什么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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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走 楚歌 你治疮痛啊 你才治疮痛 反正你别溜 不是 你 你不会是要去找苏总啊 我跟你说啊 昨天艾拉把苏总要开会用的一份文件弄错了 骂他呀 狗血淋头 哭的呀 那叫一个惨哪 我强烈怀疑苏总最近这个内分泌失调 荷尔蒙紊乱 所以你最好别招他 那如果真有事要 那你就真的是自己做死了你 谁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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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时间聊闲话 无法被苏总骂呀 什么闲话 那我们聊男人之间的那点小秘密 男人聊天 你知道吗 女人聊天 男人聊天 我知道 所以我来 那今天晚上一块洗澡 小谷 准备替我收拾 小谷 你别 你别别给我 别别坐死 进来 苏总 这是上个月的工作报告 还有三押跟上海几家五星级酒店的体验评估 请你过午 先放那儿吧 还有事吗 对了 最近呢 你旅游体验师的工作可以暂停了 公司要开发新项目 这具体内容拿回去写个策划案给 还有啊 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也一并都处理了 别的你有闲工夫就不务正业 不是 苏总 别谦虚 我知道你文笔好 微博粉色几十万呢 十几万 很快几百万了 要是能外勤呢 是 我是觉得我 您放心 这次策划案我会数你的名字 感谢的话你就不用多说了 领导关心下属是应该的 毕竟我们也是邻居是吧 是这样的苏总 我想预制两个月的工资 麻烦您给签个字 特殊情况 对 急需用钱 SOS 谢谢 郑处 你炮牛把钱全花光了 不是 我这是正当用途 急需 我知道你急 这事能不急吗 预制两个月工资 这麻烦财务我也没必要 我这卡里有三万 给你 那 那不合适 你还是让我预制工资吧 不要 不要 不要算了 不要不要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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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以后 怕了你了 给你也行 但是 这钱是我自己套药包借给你的 我得知道 这个钱花到哪儿了 万一你拿这个钱去赌博 或者嫖娼什么的 我不是成包凶了吗 我不是成包凶了吗 苏总我是那种做坏事的人吗 我哪知道 我又不了解你 你也不熟 我 我帮朋友 什么朋友 一个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预支两个月公司 这朋友可真够普通哪 算了 我也不是那么保守的人 就算你做了那种事呢 在工作上 我也不会别难你难 就实话实说就行 这人品不在 人情还在 是吧 你说什么呢 不明白 我是说 你如果真把你那个朋友 给那个 是吧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你你你 不不不不不不 站住 拿着 拿着 我可不想别人说我铁公鸡 一毛不把 我能少还点吗 房屋公司还没钱 再说我解雇呢 再说我解雇呢 我能少还点吗 信息啊 让你风流吧 别还债了吧 你好 你好 我是来交手术费的 只不过我的钱还没凑齐 剩下的我会尽快给你 您是颜康的家属吧 您的费用已经有人代付了 代付了 是谁给的啊 他有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就是颜康的主治医生啊 唐医生 唐明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是 你确定吗 你别跟我客气啊 我这儿还有 是真的 我爸的主治医生 人特别地好 他已经帮我垫付了手术费 你放心吧 我会很快还给他的 那你先忙吧 咱们有空再聊 好好好 好 这一接一换的 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叮咚 不用了 这么快 已经打掉 打到你卡里了 卡的一分钱没度 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了 看什么看 要不要 不要我可就这样啊 当然要 你给我 你们先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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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站住 站住 有什么也没有看见 什么也没有看见 停停停 你干吗呢 我没有老爷追您啊 是看见不别看见的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在屋里面 别动 你以为借钱是过家家的啊 果然是假的 典型内分泌失调 脑子瓦得了 苏王跟郑厨在里边打惊话叫呢 比这个还过分 我看到郑厨给损 苏总好 既然都是旅游事业部的人 那就是一个团队 团队建设中呢分为几种人 跟着你的 帮着你的 跟你对着干的 你的位置 当然由你自己来决定 我希望呢 你们能成为领导的左右手 业务的先行者 而不是被里里嚼舌跟不上进 最后坏了 快快快 你刚才想说什么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他正储 给苏维 我们有点是 CBS 我们有点,我们有点 那别人 你有一点 我们突然看到了 可以像不过 你准备了 我们赶紧 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活准晰 Giang -活准晰それでは -活准晰 -活准晰 -跟我干吗 -我想搭个便车 -我凭什么让你搭呀 -自己想帮我回去 -别别别 -不是 -这两天跟我说话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不跟渣男说话 渣男 别碰我车 渣男 渣男 我怎么说话 自己不觉得幼稚吗 没错 我就是幼稚 我还略懂八卦之数的话 我算出来 你印藤发黑 最近必有许宫之在 那请问大新 我该如何破解呢 破解得唯一办法呀 资宫谢罪 这么狠的招你 他想没冲回来 你吃错幼了吧你 满足人 您受累自己开车 您辛苦您一路平安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 再见 再见 你快走吧 拜拜了您呐 路上慢点开啊 皇上日理万机 掌管天下大事 朝政繁忙 后宫加力三千 还要羽露军战 这您这儿的难得清闲哪 说什么呢 说人话啊 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医院事情忙了 抽不开身 最近有几天假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我在医院附近的全款 办了会员卡 约吗 约 必须得约 找个时间好好地比较 比就比 那就这么定了 好啊 对了 你最近怎么样 上次在高尔夫球场看到你的新上司 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的 你就不要再单身了 不利于身心健康 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黑蜘蛛跟枯叶蝶 凑合到一块儿 那我不成了盘中餐了 你就 你就别乱得医院谱 也是啊 我有什么资格对你的感情 指手画脚呢 恋爱方面 我总是 一个大失败者 此话怎么讲 既然你跟珊珊分手了 那 我就不怕告诉你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还 暗恋的呢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对于情理的存在呢 我从来都是异常敏感的 那个时候你经常有事没事地 跑到珊珊他们教室去旁听 远到晚会上 珊珊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你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有的时候看到我跟她 单独在一块的时候 你还故意找什么闪开 你当我傻伤 我早就看出来了 那你小子 还总是明目张胆的 在我面前秀恩爱 没办法呀 那个时候我跟珊珊是两情相悦啊 我要在那个时候 把这层窗户给捅破了 我又没办法把珊珊让给你 那岂不是对你最大的伤害 得了吧 得了吧 你就是事后诸葛亮 行了 不说这些没用了 你如果现在依然喜欢珊珊 你就放手去追 不用顾忌我啊 我这儿绝对心胸康广 不瞒你说 听说你们分手之后 我确实很清眼 后来觉得有机会 不过感情的事情不能藏水 我对珊珊的印象 还挺能在留学的时候 回国之后 和她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还是觉得要重新认识一下她 是因为我们分手的事吗 也不尽然 最近也是有点累 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情感的事情 那你可得注意了 熬夜容易猪死 没办法 工作需要 急救手术总不能拖到睡醒再做吧 认真工作的男人最迷人哪 哥们儿 你的春天来了 什么春天秋天 赶紧给自己点点喝的 沐沐沐一杯咖啡豆 你还不准备走啊 颜姐 还不准备走啊 我正在琢磨设计呢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 思路不清楚的时候 什么都不想做 不是我说 我们每天心心肤肤做设计 尤其是你颜姐 你的设计天赋 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觉得 甚至要超过那个路遥 凭什么事实都得爱她一头 算了 只要能够在这儿工作 已经很知足了 只要努力工作呢 一定会成功的 也是 是金子啊 总会发光的 颜姐 我看好你啊 这儿 这是什么 上一个灵动系列设计 不是材交稿吗 她又给你任务了 这个不是工作 是我自己想设计出来一个礼物 然后送给朋友 男朋友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值得你这么费心思啊 晓菱 好吧 逗你了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风格适合她 这几天呢 我一直都在做市场调查 男性呢 喜欢大方 简单 低调的质感的食品 但是这个结论也太不精准了 别想了 出去走一走 说不定就有灵感了 这个周末世纪公园正好有花展 跟我们一起去呗 你们先去吧 我也不一定有时间 好吧 看你就在这儿下午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我这碗杯小飘飘留给你 红豆饵的 谢谢 身体重要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赶紧收拾收拾 走啊 老板 晚上吃什么 吃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跟什么人吃 这附近居景点挺多的 你不会是约了糖果果吧 那倒是没约 碰上了 更好 就要是不回去了啊 老板 你先帮我送到车站呀 瞧我这破底 小宝贝 小宝贝 小可乐 你怎么跑出来了 是不是偷跑的 告诉我 饿了吗 是不是没吃东西啊 饿了吧 果果 我说了 那个导演确实有问题 但咱们坚持一下好不好 把这条拍完 你别跟着我 不是 我能不跟着你吗 咱们签完合同了 你现在走了怎么办 咱们拍不了了呀 我说了 你别跟着我 我跟你说 你再跟着我 我就发微博说 我要退出娱乐圈 用不着这么狠吧 好好好 最后一次啊 我帮你搞定导演 好吗 好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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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我 你问我 我问你 认责你呢 咱们俩不是有眼吗 有缘千里来相会吗 你先抱上 你干嘛呀你 谁 谁家狗啊 今夜的旅行 宝贝 我回来了 你叫谁宝贝呢 没叫你叫她呢 是不是饿了 跟你带东西回来了 坑勒 是不是饿了 你认识她啊 我儿子 你儿子 你生的呀 前段时间我在附近演出 发现他一个小狗狗在路边流浪 我就把他收养了 放在带养狗狗社里带养 一直带养到现在 说得有模有样 像真的是 怎么着你不相信呢 你说的话我都不信 你不信给我来 来来来 来什么呢 我让你相信哪 来来来 我还敢来呢 还敢来 你来干吗呀 你对我不人 我不能对你不义啊 我总能给你把饭做了吧 那你搞 我不吃渣男做的饭 别做一身渣男 又一身渣男的 你不吃饭孩子得吃饭 孩子 你觉得孩子重要吗 那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 我那钱是借给一个 普通朋友的 行了 你不用给我解释了 我说了那点事我都知道 你都知道什么呀 你就知道 我再劝你一遍 别做个渣男一观禽兽 你觉得孩子没了可以再要 可是良心没了 那可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这么着啊 我一边跟你做饭 你别骂 好不好 用不着 从今天开始呢 你被解雇了 你确定 我确定 凡是弄奴把歌唱了 你出封意 有人贵 em 反正的 有尽 kommun 什么不去 什么不去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哪 不去 回家 回什么家 你进去看看 里边全是鸣狗 自己去 世界鸣狗 你进去看看他 你进去看看他 你去啦 你去啦 小苏来啦 宗姨 你看 这可乐跑出去了 多危险啊 这小家伙 每次都眼巴巴的 在寝舍门口想等着你来 这会儿估计我不在 就跑远了 就跑远了 我儿子 都笑着 这姑娘看着挺眼熟 挺像大明星的 我女朋友 好 行了 小苏 你们俩呀 就别在童谣面前秀恩爱了 我呀 要去喂食了 你们俩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别拘束啊 好 偏麻烦了 童谣 没事 谁是你呢 你要点脸行吗 你干嘛使这么大劲吓我呀 你真以为你是大明星啊 乐意 乐意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他 不请 你们俩肯定老都会成 他们肯定好就没戏子 童谣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特别是狗 跟人类最亲近 他愿意跟你相处 你应该感到是荣幸的事 可这儿 小妈 可这儿妈 你才可这儿妈呢 我 小叔 我不是可那儿妈 我是可那儿爸 走开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不要进来 董事长 董事长 初晨三 他们是不是没有洗走啊 首晨大师会 哦 啊 你怎么那么大字你 嗯 怎么不再去 那我把他放出来了 来来来来来 不是有人吗 我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我 历史的分析 就都没看过 好 就笑着 所有视线 睡不觉的夜晚 总是特别的漫长 天花板上好像都是 你微笑的脸庞 把琴声对我说 老师 红玲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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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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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找你招招什么呀 你怎么睡到我床上来了 能怨我吗 昨天晚上你让我干这干那的 完了你睡着了 我可不得 我问你 你怎么睡我床上了 你睡沙发了 那我可不得睡床吗 要不然我把你抱进来 出去 出去 你给我出去你 出去出去 喊什么喊 早 早 你们俩修成正果吧 对 算了 你笑什么你笑 你怎么进来的 之前帮你关架 我多配了一把钥匙 一直没派上用的 这回派上用的 说先在床 说什么 早上没说 你还说话嘴不那么臭 我来这不是时候 你问吗 我现在走 替我拦着你解法 别人对不起了 去扫我身上 楚哥 你自己干的好事啊 生米煮成熟饭 人命吗 我再给你解释一遍 昨天晚上你解释 郑楚 出去 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是 好 那个昨天晚上做的饭 我在电红锅里面 要吃自己热一下 你听听 听 听见没有 他是来给我做饭的 我知道 饭都熟熟了 饭都熟熟了 我那igible 当爱我不认得你 我还不认得你 自己也不敢问自己 我还找不到答案 我又看好消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